立委兆天燈因為外遇風波 宣布要退出立委選舉 但現在到底由誰來接棒參選呢 引發討論 今天早上有十多名的在地里長 他們聯合舉行記者會 他們反對外人空降參選 說希望黨中央要找在地的議員接棒 那麼這樣的舉動就被認為是針對黃捷而來 那黃捷就說各方的聲音他都尊重 也會尊重黨中央的最後安排 高雄市第六選區 十多名在地里長排排座開記者會 希望能夠傳達在地聲音 讓黨中央知道 他們期盼能夠找在地的議員接替 趙天燈選立委 不要找人空降 這些里長矛頭指向的 就是聲量相當高的黃捷 雖然有內部民調說黃捷因為知名度高 支持度比其他幾名在地議員都還要好 但是趙天燈在第六選區已經連任三屆立委 替所屬的派系勇言會打下扎實基礎 勇言會怎麼捨得會把地盤拱手讓人 被點名的黃捷維持一貫低調態度把球丟回去給黨中央 而高雄市長陳其邁也是大選提名策略小組的成員 他的態度也顯得相當重要 陳其邁希望跳脫傳統派系跟選區的思考 找出最有戰力的人選到底是同屬勇言會的議員黃文藝 接棒參選還是知名度高的黃捷空降 或者是有其他的黑馬殺出 答案很快就會揭曉 記者郭旭暉SNG小組高雄報導